凌晨时分 一名老人惨死路边 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特别是头部 有明显的撞的烂掉的一种感觉 监控画面还原事发经过 案件侦破为何会陷入僵局 排摸的话 这是这个难度张大大的 没有目击证人 警方该如何层层筛查 还原事故真相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大家好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 凤贤分局的民警苏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上海市凤贤区 延安中心路 省路村1245号 2017年12月5日 五十五十五分许 有人报警称 在这条路上面 发现一具无头尸体 上海市公安局 凤贤分局派出所接报后 立即通知行侦 交通治安等警种 一同赶赴现场 当民警到达时 看到在路边 北侧垃圾桶旁边 躺着一具尸体 头部严重变形 死者应该是个老人 他已经面目全非了 特别是头部 有明显的 想撞的烂掉的一种感觉 特别厉害的是 旁边有一棵树 比较高的树 树上面 树枝那里 也挂了一摊 这个脑组织 如此惨烈的现场 让民警感到触目惊心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老人横尺路边 从初步的尸体检查情况来看 死者为男性 年龄在70岁左右 死亡时间大概是5点 也就是接到报警的 一个小时之内 通过初步的勘察 民警发现 在尸体的周围 散落了许多类似脑浆 和头盖骨的物体 进一步的尸体检查报告表明 除了头颅崩裂 是导致老人死亡的 直接原因以外 身体还有多处严重的损伤 据此分析 这位老人 是由车辆猛烈撞击后 反弹到树上 最后落下 导致死亡 随即上海市公安局 奉贤分局交警大队的民警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果然在距离尸体两米的位置 发现了车辆灯罩的碎片 而这些碎片 应该是车辆撞击老人之后 遗留下来的 于是办案民警 将现场遗留下来的车辆碎片 带回交警队查找线索 为了进一步确认 关于车辆信息 办案民警决定返回案发现场 查找距离现场最近的民用监控 民警发现 案发地点的正对面 是一家蔬菜合作社 他的院内安装着两个摄像头 其中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事故发生的地方 而摄像头距离案发现场 仅仅只有50米 于是民警立刻调取了这里的监控 并且根据尸体检验结果和报警时间 重点查看了5点到5点50分 这个时间段的视频画面 通过仔细查看 民警从画面中看到 凌晨5点12分 有一个人影自吸向东 缓缓地走过大门口 就在他走过去不到两秒的时间 车辆灯光从远处照射过来 随后一辆汽车自东向西 从监控画面中快速驶过 从车辆灯光亮起 到从画面中消失 总共用时不到4秒钟 这辆一闪而过的汽车 让民警立刻提高了警惕 于是民警将画面一帧一帧地播放 发现了在汽车驶入画面的刹那间 有一个光影随着车辆的飞驰 而成抛物线的状态落下 通过反复查看仔细分析 民警从监控画面中 大致看出了这辆车的轮廓 根据它的前灯和尾灯 然后测量整体的形状 我们判断下来 这是一辆SUV 从监控画面中 根据车辆前灯与尾灯之间的距离 以及尾灯所处的高度 可以从轮廓上大致勾勒出 照射车辆为SUV 由于事故时间是凌晨5点多 天还没有亮 从监控画面中 并不能够识别关于照射车辆的其他信息 民警只能从这辆车的行驶方向入手 这辆车自动向西行驶 通过护航公路 但是沿途有很多分岔小路 并且没有任何监控探头 这对于民警来说 想要找到照射车辆困难重重 我们其实是一筹莫展对这案情 因为在监控缺失的情况下 去排没的话 其实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肇事车辆不知去向 死者家属愤愤不平 对每一个人来说 心里都非常的气愤 男子前来自首 案件侦破 有了重要转折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通过在案发现场附近走访 民警了解到 被撞身亡的老人 名叫王立伟 72岁 是居住在附近的村民 为了照顾家中92岁高龄的母亲 王立伟每天早晨 都会去附近的菜市场 买来新鲜的蔬菜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条每天早晨去往市场的必经之路 竟然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终点 老人无头尸体的惨状 也让听到这个消息的家人 无法接受 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说实话 真的一下子懵了 当我看到人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不难以想象 头都没了 王立伟平时和母亲住在一起 他的侄子一家就住在隔壁 闲暇之余经常过来陪伴 一家人和睦相处 其乐融融 看似平淡的日子 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现在这个房子现在空空荡荡 一进去没有了 人气都没有 王立伟九旬的母亲得知儿子死去的消息 更是中逢主愿无法动弹 车祸的意外发生 给这个家庭造成的打击无法言表 与老人的去世 同样让家人无法接受的事 发生车祸后 肇事者的逃逸行为 对每一个人来说 心里都非常的气愤 你撞了人 作为一个驾驶员 你怎么可能可以逃呢 就在警方未侦破此案 努力寻找各种线索时 一名男子开着一辆蓝色SUV 前来自首 称他就是这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挺意外的 但是从内心生出来说 我们又是感觉是 自己才松了一口气 前来自首的人 名叫刘东 25岁 安徽省营上前任 民警对他所驾驶的车辆进行检验 这是一辆蓝色雷诺牌SUV 有明显碰撞的痕迹 于是民警将从现场带回的碎片 与车辆进行比对 结果高度吻合 据刘东交代 当天夜里 朋友约了自己去唱歌 直到凌晨5点左右 才开车回家 在行驶至延安中心路时撞到了人 由于害怕 才匆匆逃离现场 你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当时开门直接就撞上去了 当时吓得在车里 吓得都乱 身上乱抖 赵氏司机投案自首 可案件却未就此终结 这个呢 我判断下来 他肯定是在跟我撒谎 他肯定是 对我肯定是有 有所隐瞒了 细致勘察再生之节 真相大白后 令众人唏嘘不已 这个就 匪夷所思了 请继续收看 本期平安365 刘东对事故过程的描述 与现场勘察的情况吻合 可是经验丰富的民警 却从询问过程中 捕捉到了不易察觉的疑点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脸带微笑 特别从容 特别淡定的 相对来说 可能是比较反常一点 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故 刘东在接受询问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从容的心态 无所谓的表现 令警方产生了怀疑 针对这些情况 民警开始谨慎处理 并且决定进一步合查 就在民警查询 肇事车辆的信息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让蓝色雷诺SUV的所有人 并不是刘东 而是一个名叫刘旭的男子 在民警的追问下 刘东承认了 车辆的所有人并不是自己 是弟弟刘旭 但是他强调 自己才是车辆的实际使用者 并且向民警说道 不久前 父亲给自己买了车子 只是车辆所有人 挂的是弟弟刘旭的名字 这样的解释 反而让民警有所怀疑 当时我在想 他爸帮他买的车子 为什么挂他弟子的名字 这感觉是有点异常 据刘东交代 事故发生前 自己一直在KTV里唱歌 并且声称 自己在此之前 从未移动过车辆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是 没有动过 一直停在KTV那个停车场里面 然后他到底是事发前 几个小时 他又在干什么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疑问 为了验证刘东所说的话 是否属实 民警调取了案发当天 这辆蓝色雷诺SUV的 行驶路径 监控画面显示 这辆车牌号为 1K58H51的蓝色雷诺SUV 分别在凌晨1点和3点的时候 出现在凤贤区的南凤公路 可见 关于车辆从未移动过的说法 并不属实 这个呢 我判断下来 他肯定是在跟我撒谎 那么他撒谎的目的是什么 他肯定是 对我肯定是有 有所隐瞒了 随即 民警调取了事故发生后 这辆车的行驶路径 通过卡口所截取的画面发现 这辆车的右前大灯 与挡风玻璃严重破损 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 车辆驾驶座上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身着身色外套 监控画面中的男子 与刘东虽然相貌上有几分相似 但是经过民警仔细地辨认 发现二人体型上有所差别 可以确定并不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对我来说 又是产生了一个疑问 为了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 方案民警调取了车主信息 希望从中寻找到线索 无意中却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这让案件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我就对车主的信息 跟我们监控上的照片 进行了再次比对 比对下来一看 其实这个脸不能火 是吻合的 经过仔细比对 民警发现 监控中的驾驶人是车主本人 也就是刘东的弟弟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刘东承认了自己替弟弟顶包的事实 并让其前来自首 肇事司机刘旭 男21岁 安徽省迎上线人 还在他幼年的时候 父亲就离开老家 在上海从事废品收购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打拼 生意有了一定的规模 所以居家迁徙到了凤贤区的齐贤镇 而刘旭初中毕业后 并没有继续上学 而是帮助父亲 经营废品收购站 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人脉 他开始自立门户 新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废品收购站 收入不错 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 经常与朋友一起消遣娱乐 据刘旭交代 案发当天 朋友遇了他在KTV唱歌 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一夜未睡的他 想着赶紧回家休息 在开车的过程中 驾驶速度过快 注意力不及中 存在严重的疏忽大意 导致前方出现行人时 来不及采取安全措施 最终酿成了惨货 你毕竟一夜也没睡 五点钟也没睡 一旦疲劳 然后就抓到人 刚刚人不是门圈了吗 没有停车就走了 释放后 刘旭并没有下车查看情况 对行人进行抢救 反而是直接驾车逃逸 在刘旭逃离事故现场后 他并没有选择回家 而是通知哥哥 在一家工厂前与自己会合 告诉了哥哥事故发生的经过 并且将自己的衣服 脱掉给哥哥 让其替自己顶包 他们两个其实是亲兄弟的关系 这个就匪夷所思了 哥哥为什么要帮自己来顶 顶这个罪 在随后的询问中 民警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看着我亲兄弟还没成家 还没结婚 刚刚才开始那边 刚刚才做生意 他一手说 因为我这个人做生意不行了 所以说就让我想想 还是帮他顶 哥哥刘东在一家小厂子里上班 每个月收入并不太高 而弟弟经营的废品收购站 是全家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撑 当弟弟刘旭肇事之后 出于兄弟情义 也考虑到家庭的经济收入 刘东毫不犹豫地替弟弟顶了包 为了瞒天过海 兄弟俩并没有告诉家里人 看似兄弟情深 实则不顾真相 默示法律 反而害了彼此 一起交通事故 给两个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这起事故中 刘旭涉嫌肇事逃逸罪 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规定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哥哥帮助其做假证明的行为 涉嫌包庇罪 目前本案已移交法院 等待判决 交通肇事逃逸 以涉嫌犯罪 找人顶包替罪 更是错上加错 顶包者明知涉嫌犯罪 而做假证明进行包庇 这些无一不显示着 这对兄弟对法律的无知 和漠视 在这里 我们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 在行车过程中 如果遭遇交通事故 一定要及时报警 切勿心存侥幸 一跑了之 同时 我们奉劝那些顶包者 要尊重真相 尊重法律 2019年5月20日上午11点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镇 陶州县 时代商业中心 已住户家中突然起火 接到报警后 广德县消防救援大队 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起火部位位于建筑三层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人员立即搜寻被困者 同时架设两只水箱 一只从外围窗户涉水扑救 另一只在楼道内阻接火势 同时对厨房位置展开灭火行动 搜寻液化器官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扑救 火灾得到有效控制 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上网 据了解 火灾原因为 厨房中油温过高 操作人员处置不当 才导致了火灾发生 平安365提醒您 做饭时 如遇到锅内起火的情况 应立即盖上锅盖 将锅转移到安全地带 避免险轻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